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博士 欢迎您 开了两枪 因此呢也是引发这个外界的质疑 我想这个李博士能不能 首先请您和我们这个分析一下 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 您认为安倍的案件 目前存有哪一些的疑点呢 安倍的案件 当然我们不是很清楚 只是从新闻媒体 得到一些消息 跟网上一些消息 假如根据这些消息综合起来 他这一件被磨杀的案件呢 有一系列的疑点 通常我们一个案件都要从现场 物证 人证 资料库 然后intelligence情报 然后调查的结果综合起来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照他的验尸报告 他有三个伤口 在颈部 有两个弹洞 然后在左肩骨 到右肩骨 有一个弹道 然后说 影响到他大出血 到了心脏 有一个洞 假如这个验尸报告 是正式的报告 那我们就 有一点疑问了 一共开了两枪 怎么有三个伤口 当然 一个自然的解释 就是 他用的散弹 因为那个牵支 有一张照片 他是自制的 手牵式的 散弹枪 他用两个钢管 然后用胶带绑起来 用的是黑火药 据说 每一个枪管装了六个弹珠 那个六个弹珠 使用蜡 或者 某一种 胶连的方法 变成一个弹丸 是在枪筒里面 所以第一枪 那六个弹丸出来 应该是没有打到任何的人 因为第一枪他是在后边 据报告说 他的伤口是在前面 左边 所以那 就是可能是第二枪 第二枪假如也是六个弹丸 那就是三个弹丸 打到安倍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 另外有其他的 狙击手或者射击手 或者其他的人 开了一枪 那这个怎么解决 我在第一天的时候就讲过 要在现场 收清物证 有没有弹科 然后 在 脱离的时候 解剖的时候 一定要 非常注意 有没有子弹 因为他没有出口洞 即使是三个 钢珠的话 也应该找出来 假如没有这些物证 那就很难证明了 所以这个案件 就陷入一个 疑案 的当中 是李博士 我们知道这个安倍的进步 和这个左上臂两处中弹 这个其实是他主要的受伤之处 而目前日本警方公布的 安倍的司法解剖的结果 是进步和左上臂中弹 我们知道这个是中弹的位置 应该是这个伤口的位置 而警方公布的死因 是这个左上臂中枪 损伤左右锁骨下动脉 导致的失血过多死亡 这个应该是 失血过多的枪伤所导致 这里其实是有一点 这个自相矛盾的 也就是说 这个伤口位置不一样 是这个锁骨上下 位置相差很大 而我们知道 这个人体受伤 是这个毫里之差 就可能是生死命运不同 那么枪手目前的 这个辩护律师 目前也是试图 以安倍之死 是与这个枪杀无关 而是抢救 不当导致失血的身亡 来做这个无罪的辩护 那么您认为 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 这到底是枪击死亡 还是抢救导致的呢 通常在解剖的时候 就会了解了 假如是它那个弹道 是从左肩骨进去 产生了一个伤口 到了右边 又到了下方 所以这个 就是说子弹转弯了 但是人 子弹在人体里边 即使转弯 那个它也会伤了一些肌肉血管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弹道的方向 它的在身体里边 到底是怎么转到心脏 所以在抢救 是不是造成大量的出血 因为据报告 安倍输血了 两万个CC 一个人身上 通常正常的 一个人大概 女生就是 4000CC左右 男生就是 5000CC左右 他假如输了 两万CC 就是他的四倍 那么多的血 那么多的血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留学不止 所以他们的结果 去报告 说 选您阻碍 这是一个 日本的名字 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 blood clotting 有了问题 假如说 blood clotting 就是 不能凝结 不能止血 那是什么原因 还是他 因为原来就有 肾脏问题 他吃了 这个 锦铃术 或者其他的 医药 治疗 还是他的输血 这个血液有问题 还是他 在这个 送医院之前 受到 其他的 侵害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太清楚 也 使这个 案件 变成可疑 如果安倍这起 遇次身亡案件 由您来调查的话 您会如何 入手调查呢 我已经退休了 所以 我传说 说我在调查 我要声明 我没有在调查 假如说 我还是 actif的时候 很多日本的案件 我当时也 有参与过一些调查 疑难案件 我们调查一个案件 就是从六个方向 第一个从现场 收集所有的物证 能够 重建现场 第二个 就是 找 科学的证据 Forensic Governance 这个案件 很明显的 我们在现场 要看 他假如打了两枪 都是每一发 有六个弹珠 那我一定要 找到这12个弹珠 去了哪里 他两个 两发 据说是用黑火药灌进去 所以没有 弹壳 假如在现场 我能找到 另外一个 弹壳的话 casing的话 那就证明 另外还又一包钱 所以 我们通常是用排除法 用物证 用现场 另一方面 当然 是intelligence 那警方调查 witnesses 他的保安人员 现场 那么多听众 他们有没有录影 附近的 高楼大厦 有没有 影像带 所以这些 录影带 录像带 都要仔细 调查过 好像录音带 我们就可以 仔细分析 他 啪啪 那两下 当中 有没有其他的声音 好像 Kennedy assassination 那个案件 在那个 警车 摸到车的 那个录影带上面 发现 有其他的声音 所以这个 问题 除了这些以外 就要从大数据部 去了解 然后 我们 整个的 给他结合起来 做一个分析 做一个重建 才能达到一个答案 其实我们在 这个涉及到 行事见识方面 现场的这个 勘察报告及证据 都是至关重要的 否则也很难评估 案情的这个 具体的情况 非常感谢李博士 那我们休息过后 我们来继续 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又为您邀请到的是 这个华人第一 神探行事案件 见识专家 李昌宇博士 李博士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们知道刚才谈到这个安倍的遇刺案件 目前根据这个消息报道 当天参加这个安倍的保卫人员 大概就有22名 那么其中特警就有7名 而且还有来自这个自民党 奈良支部安保的15人 那么您认为 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 安保是否有一定的这个漏洞呢 是很明显的有一定的破绽 也许他们低估了 也许因为日本枪支管制非常严格 所以他们没有考虑到 可能有摩杀用枪支 他们大概主要的防范就是 贴身警卫注意有没有刀或者盾气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们输货了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通常这个听众呢 应该经过安检 他怎么能够混进去 假如说像以前speculation 很多网站说是这个3D打印的 有的说是塑胶的 那现在很明显的警方的公布 是两根钢管 而且很长的钢管 所以这个metal detector 是一定会能够检验出来的 然后他一定会是给火药 已经填好了 还有假如说每一发六个钢株 有12个钢株 这个在X-ray上面 或者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疏忽 是 那么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 能否和我们这个分析一下 行政人员一般如何来调查枪手的 这个行凶的动机呢 行凶的动机通常我们见识科学人员 不太参与的 就是警方通常调查这个动机 动机刚才我讲过 就是从这个人的背景 从他的大数据库 从他的电脑 据报告 警方已经给他的电脑 带回警局了 然后他的手机 然后看他的社交网站 所以给他做一个 一系列的大数据库的分析 然后用keyword找出来 有没有这个倾向 现在的报告说 因为这个unification church 统一教的 他妈妈的捐献的问题 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我想警方应该还在这分析 能够找出一些其他的线索 当然很多的时候 这个官方的公布的讯息 不一定代表是真正的讯息 很多的资料 他不解禁 就好像美国也有很多的案件 好像Kennedy assassination 或者我后来调查的 那个Widewater 跟这个Vincent Foster 有很多的 他到现在还没有解密 等到解密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 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知道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 行事见识方面 有时警方也是会刻意的 保留一些案件的细节 来辨别真正的凶手 因为可能只有真正的这个凶手 才了解一些 没有被公布的细节 是不是 对对对 通常我们正在一个active的case 公布一部分 这个死因一定要讲的 用的签字 在媒体上已经传来传去了 他应该赶快的公布 然后就公布之后 就能够找到 这些材料从哪里来的 哪里 还是有人提供给他的 所以这些来源 会告诉我们 就好像台湾商用酒的案件 那时候我们就是以待追枪 以枪找做枪的人 找到做枪的人 找卖枪的人 到最后找到买枪的人 这样你才能够 去追求这个真的的缘由 缘头 你假如不用物证 用现场 去找真的的来源 那个有的时候会误导 您认为枪手会背叛死刑吗 这是法律问题 就看日本的法律 当然这个是个很不幸的事情 这个political figure assassination 在美国 在日本 在世界各国 常常也有发生 最近的一些案件 有很多的时候 有很多律师代表他们 或者精神有问题 或者其他的原因 就不可能判死刑 我们知道其实谈到美国 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 将近300余起大规模的枪击案件 那么您认为政府控枪 是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点 我今天早上 我在耶路跟这个 他们的夏令营的学生 讲课 就讨论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只是进枪的问题 你即使进枪 你好像日本 这个进枪 他还可以找枪 在美国进枪 他马上可以在街头就买到 更多的枪支 因为枪支太多了 到处都可以买到 所以一个是一个 我觉得要从社会 整个的方面去 进一步的能够给社会大中能和平相处 第二个要教育 我们怎么样教育 那这些 尤其年轻人 不要随便用枪上人 第三个就是心理方面的 psychological aspect 怎么样能够感化人心 这个 今天的世界 跟我那时候的 呃 呃 从今开始在台湾 后来到美国求学 然后担任职务的 整个的society变了 好像我们今天 呃 COVID-19 以前都没有听过的 这个 呃 economic problem 这个inflation 呃 现在到了最高的 呃 这些 international conflict 然后 raise 这个 culture 这个 religious 这个 呃 differences 这个conflict 再加上 社交网站 这些news 变成 很多的是fake news 很多年轻人 没有 办法去 呃 分别 哪些是正的 哪些是假的 所以这些 一系列的问题 影响到整个社会 所以 整个社会 我们应该从 立法 教育 人心 整个的 有一个 有系统的方法 能够给这个社会 变成一个 爱心多一点 了解 了解 呃 compassion 呃 这些就 比较 呃 能够 和缓 呃 不要 任何东西都 用暴力去解决 用枪支去解决 所以这个 family value the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 在美国已经慢慢地 呃 呃 呃 religious differences 大家 能够和平相处 整个世界 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那 我们的生活 自然就会 美好一点 事实我们知道 其实李博盛 您一直以来 也是投入了 这个大量的努力 来培训美国警方 对这个枪支暴力案件的调查 今天非常感谢您 在百忙当中的 和我们连线 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